你好 欢迎收看的是国际plus的中国观察 我是陈永文 本周有三大重点 第一是关于裴洛西可能访台政治的中共的建军节 就特别的敏感跟紧绷 第二则是中国的经济到底有多异常 还有是上千万的毕业生他们该何去何从呢 先欢迎是我们资深记者庄志伟 志伟哥你好 永文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先来看是关于这个热话题的部分 热搜话题有哪些 这第一条呢就是知乎的热话题 是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雷根号是驶离南海了 这透露出哪些重要的讯息吗 的确 其实整个7月 雷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都是在南海周边巡逸 那么从菲律宾的西岸到甚至于到越南西沙群岛这一部分 他都在执行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 就是要威胁 就是跟这个中国的对南海的主权深所相抗衡 因为当时刚好是南海仲裁的六周年 那结果呢就在佩洛西传出要来台湾访问的时候 当时在美国的智库就提到说 如果佩洛西要来的话 那么除了在冲绳的美军的战斗机 要对他提供护航以外 可能也要有一个航空母舰的打击群 来接近他的航道来帮他做护航 但是整个太平洋地区目前就只有两个航舰打击群 林肯号正在还太平洋军演在夏威夷那边 所以看起来最有可能的就是雷根号 那么果然就在前几天的时候 大家就看到雷根号是从新加坡这边往北行驶 那么目前能够了解的呢 就是经由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公开的一个讯息 可以看到他是航行到了菲律宾这边 那我们只能说他其实他的距离台湾越来越近 是往这个方向过来了 但是也没有办法能够证实更多的讯息 那当然在过程当中呢 根据了解大陆的他的驱逐舰 也是实时紧盯着雷根号的动向 严正一带就对了 就是因为雷根号它就是一个 雷根号它是一个像美军啊 美国海军当中唯一属于这个前沿部署的状态的航母 是提供这个美国 他们随时有一支可以待命的军队 要来保护美国跟捍卫他们印太盟国 所以佩洛西的出访 势必也需要这个雷根号来保护 是不是可能他未来会往这个巴士海峡前进 有这个可能性吗 因为其实如果把地图摊开来看 台湾跟菲律宾之间就只隔一个巴士海峡 距离不是非常远 那因为所谓的前沿部署 其实就是因为它本来就是部署在 不是美国本岛 而是在本土 而是在那个日本的横须鹤港 作为它的母港 所以它在整个印太地区 发挥的价值是非常大的 包括它以及它旁边伴随的整个打击群 它的威力其实还是不容小觑的 所以难怪现在其实中共非常紧钉这艘雷根号的动作 而且目前是佩洛西他可能会访台 而正值刚刚提到的是正值这个中国大陆他们的共军的建军节 今年是95周年 所以现在中共是很高调在展示他们的一些武装力量 引发了很大的关注 来看报道 用裸式三天影片展现大陆军方各种武力 这是大陆人民日报在解放军八一建军节推出的最新影片 大陆军方每日重要节日都会推出各种宣传片 巧的是今天刚好遇上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亚洲之嫌 就引发更多联想 有大陆媒体引述解放军学者的说法 说如果裴洛西真的访问台湾 那就触动了大陆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 可以对台湾动用非和平方式的底线 当然我们是国家的国家 国家是一个共和平的区域 她应该做什么她应该做 她应该可以做 佩洛西到底该不该来台湾 时机恰不恰当 成为国际媒体对她此行最关注的焦点 但也有分析认为 尽管中国大陆表态强硬 但眼前习近平最看重的还是在几个月后即将举行的中共二十大寻求续任 不至于在这时候跟美国大动干戈 TV新闻 肖永强 庄志伟综合报道 好那关于到是中共的建军节 就来看到像他们不断宣传说 这个解放军啊是个英雄军 军队是胜利的征程要打胜仗要准备这个能够打仗的人才 现在就有看到是习近平还说到说确保这个枪杆子是握在对党忠诚的人手中 所以军队其实也是为党服务比较居多嘛 那可以怎么看他们现在中共的建军节是这个宣传的一些意义是在哪边呢 其实中共一向的宣传就是以党领军 以党领政 就是党是第一 三位一体 党是最重要的 那么尤其习近平在他就任以来 其实对军队的改革是特别看重的 中国的军改也就是习近平当年推出来的 所以他说当年有一次阅兵的时候 我在现场他当场宣布裁军30万 就是从230万的军队规模裁到200万 那当然就是增加科技化的兵种 减少大陆军主义 然后另外他也把原本中国大陆的七大军区的规划的方式 改成五大战区 就是每个战区里面都有陆海空 不是再以陆军为主 所以这就比较是一个科学化 适应当前现代这种作战形式的一个规模 但是在除了军队的体制的改革以外 包括他在军中的前五年十八大到十九大之间 也有花很多力气在军队反腐 抓了很多的军头 这个反腐的工作其实到现在也还一直在做 那他所要求的 所讲的就是招之能来 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就是要求他的部队要能打仗 因为在过去其实一直传出说 在江泽民时代是怎么笼络军队 它是让军队可以赚钱 但是以前我们去看 有些饭店是军队召开的 有些军队自己可以赚钱 可以生财养活自己 有生意做就对了 就是在我们当年在大陆采访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饭店是军队开的 那这当然就是在解决经费的过程当中 也会出现这种贪腐的问题 那习近平就是一直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在今天前两天 昨天晚上的这个 监军95周年的晚会 他又讲说他不要求侵略扩张 但是要能够阻止任何人 任何组织任何的国家 从以任何时间任何的方式 从中国切割出去任何的土地 那这个当然看起来好像是针对性就蛮强的 对对对 就是他们想要摆出一种 我随时准备好打仗的态势 吓阻别人的可能的进犯 但是可以看到的是 你刚刚提到说 这张照片其实是蛮有意义的 对不对 你当时有看过这个场景 对 其实这个就是在 这张照片所形容的 就是在五年前 建军50年的时候 他们在朱日和举行的一个阅兵 那当时的阅兵就跟遗忘 我们在天安门上面 所看见的阅兵不一样 天安门阅兵我去采访过两次 都是行礼如鱼 大家踢正步 然后分裂式出来 那就是在 所有人都穿着 像他们领导人 就是穿着这种中山装饰的军装 但是这次的阅兵 习近平他们领导人 就穿着比较野战式的军服 然后当时也是 所有的人都是荷枪实弹 以一个军队要出征的直升机飞行 怎么样进行空降 然后战车部队怎么调度 用这种比较战场化的方式来进行阅兵 这是在五年前的这个朱日和军演 当时算是一个蛮新的一个视觉的感受 所以算是个还蛮特殊的场面 看到是他其实共军的现代化是 秦近平还蛮重视的一块项目了 我们再看到是个比较软性的话题 这是在微博的热搜 可能特别是微博热搜 他们有看到是我们陪洛西访台消息 反正是我们比较软性的议题 就看到是有男子躺在床上玩手机 导致砸了眼睛之后视网膜玻璃 我好奇是大家 像主委哥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躺着滑手机 我通常不会 但是我有这样的经验 你知道我是滑的时候 是打我鼻梁 超级无敌痛的 就是手机突然掉下来 然后就砸壮鼻梁 然后就痛超久的 但是我们看到是要小心 你打我眼睛怎么办 就是如果你躺在床上玩手机的时候 如果手机不会砸到你的眼睛 会很痛 除了痛之外 你要注意是你之后 没有什么一些后遗症 像是可能会引发你的脊椎的疾病 容易引起脊椎病之外 还有眼部的疼痛 甚至影响到眩眠品质 却从一直滑一滑之后就睡不着了 就一直在玩手机 然后再来是可能导致你的视力模糊 跟这个绯闻症病的更加严重 还有是光视症跟蝶影的重复的状况 所以其实严重到可能会有失明的风险 大家其实还是要来注意的 我们再看到是关于这个中国大陆经济的问题 到底是有多么的异常 先从这个就是他们电影的寒冬来看起 就是今年的这个龙头就是万打集团 人们在上半年的时候是惨亏了超过25亿台币 描述拯救地球在月球部署月盾计划 这是中国大陆国产科幻喜剧电影《独行月球》 确实是我拍的时间最长的一部电影 拍摄的周期五个来源 而且很煎熬 《独行月球》在7月29号上映 首日票房破3.5亿人民币 三天打破10亿人民币 约合40多亿台币 并且刷新录制片 首日排天率记录超越2015年的港九 成为现今重大户电影市场的异军突起 有这么多的观众喜欢我们 我们必须要对大家有所交代 中国大陆电影票房在今年上半年 各类影片都呈现萎缩 尤其营业龙头万打集团 上半年亏损5.2亿到6亿人民币 约超过了25亿台币 经营困境比2020年疫情之初还要惨 一天只有几十名观众 见到两三人就能够包场 每放一部电影都在赔钱 因为太久观众都没有进影院了 就是他的可能一些习惯 思维习惯已经发生了改变 业界指出因为中国大陆防疫管控严格 加上片源断流 变上墙等疫情后再推芯片 或是国外大片无法上映等 造就了中国大陆的电影寒冬 TVC中央红城文文组合报导 好来看到是关于中国的经济极不寻常 这句话是李克强说的 为什么 就来看到是因为中国大陆在Q2的时候 他们的GDP几乎是趋近 逾0了是只有0.4% 而上半年这样算一算是百分之2点 我是远地他们的目标 然后再看到是整个其实重要城市部分 包含是海南 吉林 甚至是北京跟上海跟江苏 通通都是负成长的城市 而且这个经济挂出来上海 竟然是垫底的 是首度垫底 那就来看到是有人认为说 其实这样的统计数字 也还是不可信的 为什么呢 其实上海不只是这次垫底 这是在第二季的GDP出来以后 有人说包括上海人跟宁夏人 可能都想不到 因为上海人从来没想到 自己原本是第一名的 绑守的 结果会掉到垫底 那么当然很明显的 就是因为从4到6月的时候 上海有一个 因为疫情的严重风控 进入一个封城 几乎是全程瘫痪 当然也连累了整个长三角地区 都几乎是停滞下来 反而是像是辽宁 还有陕西一些 比较山西 一些比较能源性的城市 因为俄乌战争之后 对于这个能源的需求 所以他们的表现很好 所以辽宁 宁夏就从倒数拼到 变成第一名榜首 那为什么说 中国的统计不可信呢 其实国家统计局 一直在外界有一个说法 说它是等于是 中国政府的一个化妆师 就是它会把一些数据 做得比较好看一点 对 包括每一年的GDP的增速等等 就会尽量的在 好看一点 政府所提供 每一年两会的时候 他们所开出来的 这个目标的区间里面 这样子 那从一开始 2000几年到2010年之间 其实中国大陆的GDP 每年的增速 都是维持在10%左右 就两位数的 就很像当年 台湾前烟角木的 那一个经济 起飞时代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 从台湾的经济来看 其实经济是有一个规律的 就是你有一个 随着你的体量的变大 你的经济成长 不可能用同样的速度 一直上去 那中间一定会有一个 平缓的阶段 那这个平缓的阶段 本来就是会出现 但是它随之而来的 会出现一些 包括失业率的增长等等的 但是在中国大陆 那个经济的 其实它的政治比较敏感 或者说社会的情绪 比较稍微紧绷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数字的变化 就会格外的受到关注 好那除了这个低过问题之外 可能就是他们 被问说这个数字 可能是还低过整个 他们的这个衰退的程度 是为什么呢 的确除了GDP的增速 还有这个整个宏观经济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轨迹 脉络以外呢 其实今年的一个 另外一个数据 就是7月31号 昨天大陆国家统计局 刚刚公布的 他们的PMI 也就是采购经理人指数 是49 也是同时的 继续的低于 低于50的这个融枯线以下 那么这个就被认为说 其实包括他们现在 遇到了很多烂尾楼的问题 各地已经有200多个 建案的屋业主 大量的人要准备 强制停贷 这样的问题以外呢 还包括他们 前几年所做的 这个一带一路的战略 发了很多贷款给各个国家 但是现在也出现 贷款回收不来的情况 那么都对中国大陆的经济 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那他们最严重的 当然就是这几个月以来的 动态清零政策 在全世界各国 因应Omicron 都已经逐渐要走向开放的时候 中国大陆还是坚守动态清零 所以也就造成了 他们在各地的 包括交通 包括生活 当然包括经济的 很大的不确定性 那这个不确定性 就当然就增加了 房地产的困难 那另外一方面 他们的科技产业 去年2021年一年 历经了中国大陆政府的各种的监管跟打压 那结果今年又遇到疫情持续的风控 所以也是持续的处于一个不正常的状态之下 所以这堪称是疫情跟这个政策影响所付出的惨痛的代价 那刚刚提到这个房地产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在过去的经济 重要就是房地产的支撑 那现在好像说 其实这个习礼之间是不同调的 为什么呢 对 这点是看起来是习跟礼之间 对于经济跟对于政治的着重点 两个人最近看起来是有点分歧 那我们现在看所谓的房地产 为什么现在说没有办法就是 因为长期以来房地产一直都是 大陆各地方政府的经济母 就是地方政府卖钱分卖地 然后让这个基础建设建商去盖地 盖房子然后卖钱以后钱就流回来 可是当现在房地产的这个产业 面临中断的时候 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各地的城镇化 所谓城镇化的红利 已经到一个饱和了 很多地方已经你也没办法再继续盖 盖房子也卖不出去了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那李克强所想的方法都会是比较务实的 像他之前提过地摊经济 鼓励没有职业的人去摆地摊 最近又提出了后车厢经济 就是在走到那里有一个屁一个场地之后 大家把后车厢打开 里面都装东西就可以卖东西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习近平所提出来的在经济上来讲 都是比较宏观的 比如说他就要做基础建设 继续做基础建设 铁路已经盖得差不多了 没关系他要盖直线的机场 或者是货运的机场 那么另外一方面 就是当李克强在讲说 要刺激房市的时候 习近平讲的是房住不炒 房子是拿来住的 不是拿来炒作的 这是先前他在压房价 但是现在反而是房价 又可能需要重新一次的刺激 好 可是那现在看来 这个下半年经济有望复苏吗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些状况 现在一般的国际间的预料是说 中国对于这个疫情风控 可能已经到了 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可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其他的烂尾楼 其他的这个一带路 前收不回来 甚至经济的其他的因素 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所以也目前看起来是 没有办法做很强劲的一个复苏 所以今年的中国大陆的GDP 原本在两会的时候 预期是5.5%的增速 但是目前包括摩根大通等等的这些 还有世界银行 这些世界机构 都已经把它调降到4%左右 甚至瑞银是最狠的 它直接调降到3% 就认为说可能没有办法达成 原本中国大陆官方 在两会的时候所定的目标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